科技巨头接连分割股票 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也指出 股东批准了3比1股票拆分的计划 此外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推 暗示将有两款新的电动车车型上市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特斯拉在文件中指出 透过股票分割可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成为极具竞争力的薪资方案 因为每位员工都会有获得股权的机会 股票拆分将有助于重置普通股的市场价格 以便员工在管理他们的股权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 股票拆分不会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 但可以透过降低每张股票的价格 让更多散户投资者更能负担得起股票 且有机会在短期内提振股价 特斯拉的股票相比于之前更容易入手 这其实是特斯拉第二次股票拆分 上一次发生在2020年8月 已无比一分割 在拆分后的20天内 股价也上涨超过了70% 马斯克善于制造话题 就比如最近他发的一条推特 特斯拉500英里续航的电动卡车 Semitrak今年将出货 电动皮卡Semitrak明年出货 这条推文随即登上了 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位置 特斯拉是电动车市场上的领导者 美股的拆股狂热 或将推动特斯拉股价继续上涨 也许再次触及1000美元 也不是天方夜谭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